立委段银康昨天虽然道歉了 但是花林市长当选人魏家贤表示 将会为自己清白连同花林人的委屈 一并提告 魏家贤在市长补选期间 不断受到民进党立委段银康批评 是黑道家族跟统促党白狼勾结 更翻出了姐姐十年前的苍巴 魏家贤说为了避免伤害持续扩大 都选择承受下来 但是这两天来 段银康委员先是公开鄙视花林选民 那么昨天又在媒体当中假装道歉 认为三番两次伤害花林人 而面对花林乡亲的求助 他说忍不下来了 将委由律师到法院提告